第一回合香港隊落後0比1 這場賽事就看看香港隊能不能夠反勝 賽事亦都在之前有個默埃儀式 為紀念已故的霍英東博士 韓國二色角落比賽隨即展開 看上網出場陣容 香港隊是完陣出擊和上場一模一樣 陳少奇一樣在前面攻堅 而廣東隊方面有少許變動 他們用了中超球員賈文鵬 另外黎智星亦在陣 盧林上一場表現出色 香港隊一定要盯著他 上半場是剛開球舞台 穿起藍衣藍庫型項目右空左的就是廣東隊 第一個回合就是領先香港1比0 這個回合只要和球的話 都可以捧走省港盃 好,就見到盧林了 鑑粗吸回來中間 吃了位了,唐建民 你這樣叫回去被盧林反散? 這個罰球真的拿來輸了 原本盧林在邊線那裡 硬硬左腳吸回來 唐建民吃了位了 但是唐建民右手不去 就把球吸回自己的左手 結果被盧林反散 最後唐建民右腳一落 閘,閘下了盧林 在防守的右手 輸了一個死球 一斬斬過來 援著李建出來打手牌 但是打不到 結果就益了隊長的李志凱 上半場打了14分鐘 李志凱就投錘見宮 幫廣東隊這個回合領先1比0 兩回合計就是兩球在手 你見到這個球 可以說是雜無旁貸 再看一次 盧林的左腳繩 右腳放 佛球出來也不錯 很急勁 但是李建一出來 這個小禁區頂 沒可能真的碰不到 這個角度可能會被 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看到這個球 扯出來 李建開始承認出來 但是他以為會救對方快 想說雙脫打出來 誰不知就慢了 李建一放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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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個香港隊來講 影響難打 因為兩回合計 就變成在陸後兩球 然後又有機會 李志凱射不進 李志凱射不進 李志凱射正中鋒 李祥相當緊張 站出來想給點支持 其實一開始的初段 香港隊打得不錯 不過可惜 先陸後一球而已 好,這個球是否搞定 看球證已經聽到雞翔 方有法是吹十二馬 當時林家瑋是用每隻 掌握對方 對方球在後面總是打過球 這個動作 其實犯規的動作不是很明顯 但是球證一吹之後 直指十二馬 球證吹了,沒得咬 也看到廣東隊的球員很安靜 完全沒有跟球證爭 好,看這個球審覺強 搞定嗎?可以嗎?好 搞定 二十三分鐘 在這一場賽事 都是追回一比一 兩回合合計 都是落後一球 好打很多 都是落後一球 如果你有兩回合計 輸著兩球的話 黨隊很劣勢 只不過就是落後九分鐘之後 就是追回近一球 再看看 家瑋左腳一睹 撞到人 然後想著順勢再去的時候 從後這個唐德超就落腳 但是是否真的一個十二馬呢? 可不可以找一個較近的角度 先看看 家瑋一踢過之後 但是也看不清楚 是不是真的踢中了球 但是就不要管了 球證方有發就很決斷 就給了一個十二馬 而沈國強也是處理得很淡定的 沈長福新上任做這個主教練 現在總比數都領先著2比1 至於首回合大隊的古廣明 就已經升任了球隊的副總 好 這次廣東隊李志凱 很鎮定 回了給門將的張雲濤 交不交給隊友 喂 你搞什麼 喂 結果呢 就益了這個陳少奇 當時呢 我們大讚的就是陳少奇很勤力 這些球如果你不想著龍門上了一腳 有它 慢慢回頭 絕對沒有這個球 看到香港的投入也很高興 這些就是努力換過來的成果 當然也要的就是 剛巧這個廣東的門將 張雲濤發一陣波溫 他慢鏡再看了 李志凱在陳少奇過來之前 就回了給張雲濤 其實就看到 迎光幕頂裡有隊友幫他 其實他可以就是 上腳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 就早一點點 就絕對不輸這個球 第一時間不給 第二時間不給 第三時間 想說推翻生的球的時候 就推不到 唉 結果呢 就被這個陳少奇 分到盡 左腳這樣就弄了一個日網 這場比賽 就香港隊反超前2比1 總比數 哇 精彩喔 打成2比2平手 這個球的趙琦真的值得一讚 當然要讚 因為他走兩段的 先才追到李志凱 李志凱回傳給龍門 他沒有收力 繼續追下去 如果他收一收 那個球已經沒有機會進了 好了 廣東隊就是 在楊湊時下落後 看看這個球 怎麼發出來 好球 這個好球 黎智星做得好 之餘 整個廣東隊的進攻過程 都相當流暢 從中路開始 把球撇到右邊 哇 這些來自廣東的球迷 是很開心的 看到黎智星 這球是頂球的功架 當然 隨得欣出 那個球出得很漂亮 很急勁 平飛出來 這個籃就難了 他平飛出來 黎智星剛剛撕下身 就一頂入網 作為解圍的球員 其實香港的球員 都很尷尬 那個球員 那個位置 他頂就頂不住 踢就踢不住 自身體壓就壓不住 但是相反 最動的黎智星 一撈低條腰 就頂到這個球 看來 看看 一出一下 黎智星向前一頂 而林駿星 包過來 他已經想 用頭下落 但是那個球 是跌得比較低 他沒有辦法 救這個黎智星 因此 這個球被黎智星頂下 很難怪 林駿星這球球 林駿星已經包上去 除非他早佔先機 都放在他的位置 好了 這次再次 另一次高潮 因為打成2比2 但是形勢上 香港隊 絕對沒有輸線 因為香港隊 一直是 由開賽到現在 都是打得這麼好 好了 這個自由球 在上半層 是林延祥階段 看看 是 林家瑋去開 這個球 都是放在中間 一批搞定 那個球就贏了 但是 看出現在應該是對方的 馮俊彥是頂的 這場上 連香港的球員 都不理會你誰頂的 總之 香港隊在這場 又再次領先 3比2 當然是八爛手掌 這個球 我們看看 那個球滴下來的時候 剛剛升起 就是看到 馮俊彥把那個球 撐龍舟撐了 但是馮俊彥當時 也不能選擇 因為那個球來 他跳起來 是頂的 這個角度 可能會更清楚 看到那個球落過頭 留意 滴過了 剛剛好 是馮俊彥 不是梁子俊 那球在梁子俊後面 馮俊彥升起一撐 搞定 3比2 香港隊又領先 烏龍球 永遠都是好球 當時打到上半場的44分鐘 這場比賽 第二回合 香港隊就是反超前3比2 總比數 都仍是3比3 打成平手 看看下半場打成怎樣 那賽制就是 如果兩個回合加起來 都是打和的話 就要加時沒有這個主客的頭 就看到這個軟弱 又來一腳 但是這個左腳 沒有什麼力量 現在的角度比較正中 好 不過這個回合 就看得到 港隊的確在組織攻勢的方面 板斧多了 這個後床 一定要調過來 走漏了陳少奇 但是見到 少奇真的很失望 這個球 只不過就是門將 張雲濤 面對著出營的張雲濤 但是右腳 牌面一踢的時候 就踢的力量大力了 而這個時候 懸陽也是去下火線了 由陳文輝入帝 懸陽比起第一個回合 表現比較生晚了一點 好 好 廣東隊 直接想這場 可以九十分鐘搞定了 加偉 第一腳 右腳解圍不行 左腳還是沒有解除威脅 踢到過來這邊 盧林 好 林家衛在賣去 看看右邊賺錢怎樣 散了客人 接著中了內柱 竟然不進 香港隊都夠運 中柱不進 夠運的其一 其二就是中柱彈出來的時候 沒有藍衣到 偏偏落在旅行會那裡 盧林這次用右腳來右腦 找食 散了林家衛 套過李健 中內柱竟然彈出 彈出就落在旅行會那裡 如果有一件藍衣保重的話 輸得 看到廣東的教練 審長福也十分緊張 因為哪一隊可以入了一球的話 就兩回合 合計都可以取得領先優勢 現在加起來 大家打成是3比3 好 這次五號鋒搶了之後 撥滑 陳文輝起腳 怎樣說不一樣的 但是很可惜 出來的第一球 周薇 跟手後面的郭健邦來到 胸口 左腳抄 又是按不中的目標 這一輪 香港隊很厲害 的確是 陳文輝這球球值得一讚 射球的功架是傷得好 五號鋒給陳文輝 他一踏一步是立即起腳 那球是飄去龍門的左上方 可惜 那球剛剛是中橫圍 低半吋就行了 郭健邦衝過來 胸口控倒 但也操之過急 所以射出界 再看一次 陳文輝這個 香港08球員的射術相當好 但是可惜 這球球差一點 你看那些射球很行的 而郭健邦衝過來 那球 等球掉下去才射 剛才陳文輝的拉弓 不是很大動作 踏一步就射 賽事沒斷 因為如果當時陳文輝入這球球 我想這球球已經捧了 好了 另一次的攻勢 這球球是左人前進 球證應該吹罰了 沒錯 方教法 亦都第一時間吹了 李志凱是左人前進 故意站定在那裡 就不讓沈克強過 所以這球球是左人前進 按球例 左人前進 這球球應該是間接跳球球 那麽林家威當時一跳射到 射到門框都震震了 我們當時 這球球很慘 如果直入就好 看清楚 其實原來方教法當時是舉了手 這球球如果直入也不算 不用恨了 但是也要讚 林家威這球球球 射得很漂亮 彎過來 這球球真的漂亮 如果當時真的入了 就哭得一句句了 因為明顯方教法是舉了手 這球球是舉了手 這球球是間接自由球 這球球是一球 再射都不行了 那球就出去了 那香港的賽事 就打到3比2 雖然在這球賽事贏一球 但是兩回合計 就是打和而已 按例就要加時作賽了 好 現在就是看 加時上半場的比賽 這個球 哎呀 你看又犯錯 迎接兩邊的高空球 比較差一點 幸好這次多得這個隊友 李恒會幫他補一補這球球 從後扔上來頂頭脫的 就是童德超 差一點讓他搞定 一星星一座 如果不是李恒會 和其他兩個隊友 站在白界線的時候 這個球輸了的話 香港我想對當時來說 都沒甚麼仇佈 這球就是二龍珍珠的省港盃 加時上半場都是戶無紀錄 現在就到了加時下半場了 如果下半場都是戶無紀錄 就要射12馬了 好 看看港隊這個攻勢如何 到不到位 不到 但是這樣頭脫 點回來嗎 這樣便便宜了這個陳少奇 不浪費了 到加時的下半場 打到1808分鐘的時候 竟然這樣被他拉一個 很漂亮的彈地擦柱球 真是陳少奇這個球機會 把握得相當之好 當然也是說 以為廣東隊的球員犯錯 就是這位 球徐就是點後 搜一搜應該是羅勇 來的 結果便宜了陳少奇 但是少奇在處理方面也好 他不上腳 走順 就對了 步穩 拉一個好角度刁鑽的彈地球 說到這場球 其實最終是蓬佩值得 當然值得 那這個球 想說給郭元邦力氣搶了 誰不知羅勇用幫幫手 但是陳少奇很厲害 他立即起腳 其實當時李志凱的腳都到 他都不理了 他是夠膽的起腳 因為李志凱這些球 分分鐘可以踏下來 是受傷的 令到陳少奇 但是少奇打得好 少奇這場賽事是打得好 因為他好在哪裡 就是他很冷靜 他全場都沒有躁過 以往少奇經常是很躁 犯了一些不必要的犯規 像這些球一樣 他經常出現 這些球都不倒 剛才那個球 力度令到他受傷 好了 我們說回球場 看看羅勇 這個球一比下來 中間一頂多 這個球就沒用了 剛剛一頂多 就是李健一退退的位 這個球最終是 楊憑峰的頂頭槌 落在李健手上 你看 來真場 當同是輸一口氣 好了 比賽是接近沒斷的 而陳少奇也是 因傷被調離場 但是看來 香港隊這個杯應該可以捧 因為加時的補時是兩分鐘 球正在不足補時兩分鐘之下 已經是趨完的賽事 4比2 香港隊在這場賽事贏4比2 兩回合合計 是贏4比3 結果千辛萬福 把省港杯拿回來 這場賽事 香港隊打得出色 在這場賽事 陳少奇尤其是 谢谢大家